当时两名装潢勾人就是在组装上这样子的掀起式床架 不过会照在掀起来的时候它就是相当的费力 而在组装的过程呢 这两个人必须呢要在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不明原因这个床架突然倒了下来 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在里面混了过去 甚至没有呼吸心跳 组装床架装到两个人受困身亡 简紧不排除他们疑似已有中毒 因为装潢现场平常就会使用大量的强力交汗油漆 这些都会释放有毒气体 更何况当床架合上里面几乎成了密闭毒气室 实际试试看如果上方摆的床垫比较重 人在外面光是抬起来就很费力 更何况是人待在里面床架一合上 不仅不好使力甚至有可能会出不来 如果说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密闭空间施工 最好是有两个人一个一组 一个在外一个在内 很少把气压那个先床盖起来 因为它有一个气压在那个施力的角度 在里面确实是没有办法直接把它打开 装潢的时候使用的甲板塑合板 这些加工板材大多是由木片 用结合器高温压制而成 一旦使用化学结合剂里面就含有甲醛 如果施工裁切甲醛就会弥漫在空气当中 有害身体 遇到油气喷气更要注意通风 有机溶剂如果说大量吸到的话 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毒性 包括刚开始的话可能头痛头晕 那如果溶度很大的话 有可能会有昏迷抽绪会有生命的危险 先启示气压床 优点是在有限坪数之内增加收纳空间 但也有潜在的安全疑虑 床垫太轻 小朋友可能会开来玩 这么一个空间大人都可以进去 家长们也要格外注意 小朋友躲猫猫别往里面躲 否则躲进去初步来隐藏致命危机 TVBS 林隆士 谢谢他们什么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